随着梦华路的完结 有一部独立女性题材的电视剧开始上映 这就是赵丽颖主演的幸福到万家 但没想到刚开始看就被气得差点气聚 赵丽颖饰演的何幸福家的万家庄 本来是喜气热闹的婚礼场面 没想到却遭遇到了极其恶劣的婚闹 何幸福的妹妹被婚闹侮辱 情急之下 何幸福家的万家庄 何幸福挺身而出 砸伤了村之书万善堂的儿子万传家 看到这里简直牙都要咬碎了 差点气聚 光天化日朗朗乾坤 怎么还会有这种事情发生 这个婚闹也太恶俗混蛋了吧 连赵丽颖采访时都说 这段剧情是越想越气 恶劣的婚俗一直都是被人诟病的 你只要上网搜一搜 都能看到各种不堪入目 甚至是连描述一下都会被判定违规的胡闹 更不要说放图片了 有人说越是落后的地方 这种婚闹就越严重 但其实并不是 随着幸福到万家大火 柳妍包贝尔再次被推到台前 2016年成名后的包贝尔为了补偿妻子包文静 选择在结婚三周年时 为他在巴厘岛补办一个婚礼 与其说是感动包文静 不如说是成全了他自己的体面 明星的婚礼向来讲究排场 包贝尔也不能失了面子 所以叫来不少娱乐圈的好友帮他撑场面 伴郎团邀请了韩根 王祖兰 杜海涛 李灿森 曾宜俊 伴娘团也就是包贝尔的好友 由贾琳 莫小奇 张新意 王欧 柳妍 他们都没想到一场婚礼能引起那么大的风波 婚礼当天包贝尔觉得气氛不够热闹 便出了个闹伴娘的歪主意 怎么闹呢 把伴娘推到游泳池里 要所有伴娘都推到游泳池里 那是实现不了的 于是他们便把目光火速锁定到柳妍身上 大家都知道柳妍的好身材特别出调 包贝尔早前更是被摄像机拍到过 在活动公开场合眼神乱瞟 伴娘服也就是一层搏纱 下水之后微微透视 势必要比巴厘岛的风景还要值得欣赏 只见柳妍还没回过神来 就被包贝尔和伴娘团们四脚抬起 坐视往水里扔 周围都是柳妍惊吓的尖叫 谁来救救我 和男士们起哄的哈哈声 多亏贾琳及时赶到 把闹在头阵的包贝尔和杜海涛一把推下了水 然后又坐到泳池边上 用身体拦着柳妍 旁边的王祖兰还在吵嚷着 柳妍谁很浅的 试图用言语逼柳妍主动就范 而后赶过来的二姐张欣义 也在后方护着柳妍 霸气地将寒庚推下了水 这个片段被盗城的宾客 用手机拍下来 发到了网络上 一时间激起的舆论反应太猛 盖过了婚礼的风头 可笑的是 第一个站出来为这件事发生的 却是受害人柳妍 她边哭边道歉 说这事弄得她里外不是人 让鲍贝尔夫妇尴尬了 伴郎团们都惊声不言 四天后 鲍贝尔才站出来发文道歉 但话里话外都在维护兄弟团 她称婚礼的游戏设计 原本要玩私名牌 但是因为衣服被海关扣了 只能临时修改环节 变成双方对抗下水 伴郎赢了进门 伴娘赢了拿红包 海关则直接出来打脸 这黑锅我们不背 后来上节目提到这件事时 鲍贝尔又是替兄弟们卖惨 她反复强调 自己和伴郎团只是玩疯了 忘记柳妍是个女孩 也忘记了这种事是危险的 她说韩庚出道那么多年 从来没被骂过 她说王祖兰原本第二天 要发献给妈妈的专辑 因为这事停了一年 还补充现场没有一个记者 是有人将视频发给媒体 才造成这样的结果 额外之意是有人故意为之 就差说出柳妍是始作俑者了 包文静上节目也在抱怨 说原本人生最美好的瞬间 却满是遗憾 可率先道歉的柳妍 却被娱乐圈隔离在外 几乎隐形了 如今闹伴娘事件过去了六年 柳妍终于翻身 包贝尔夫妇和伴郎们呢 一 柳妍大翻身 可能很多人纳闷 柳妍是受害者 又道歉发了声 为何还会被人刁难 王思聪曾在酒局上谈起过这件事 他没有脑子的啊 如果有一丁点脑子 就应该知道 不该去为了个人炒作 得罪不是说半个娱乐圈吧 但得罪那么一票人 花的矛头 除了直直留言借此炒作 还有一个重点 得罪那么一票人 包贝尔的人脉有多强呢 婚礼过后 他操刀主演的电视剧 欢喜密探上线 除了主演之外 黄晓明 赵丽颖 蒋星 张新逸 等69位大咖都有客串助阵 娱乐圈毕竟是个圈 牵一发而动全身 没人愿意再跟柳妍玩耍了 出席活动时 柳妍也很尴尬 经常是被孤立的状态 甚至在那期间上跑男 没有一个人愿意相信他说的话 上来就将他淘汰掉 以至于柳妍对着镜头发毒誓 如果我有借别人的婚礼炒作这件事情的话 我就不得好死 如今梦华路显然成了爆款 柳妍的台词和表演也都很受认可 姐姐的好日子终于要来了 二 包贝尔包文静 仍被网友问候 闹伴娘事件后 始作俑者包贝尔的事业却没怎么被影响 真是让人唏嘘 她造就资源不断 不仅自己能演电影 还打入资本阵营 拿到不少翻拍资源 她和新之类翻拍了喜剧电影 《我的女友是机器人》 又带着樱桃增里 霓虹姐 张欣逸 马苏翻拍了阳光姐妹桃 观众虽然左右不了资本 却能左右自己的喜好 尽管包贝尔在荧幕上各种折腾 观众对她就是喜欢不起来 路人员糟糕的一塌糊涂 甚至每次露面 评论区都会就事重提 质问她 你给柳妍道歉了吗 或许是问候的次数太多 包贝尔也不堪其扰 还在评论区翻牌回应了一次 道歉过 五年前 四年前 至今仍心存愧疚 所以我就该放弃我的工作了 回复的态度满是不耐烦 她甚至一度将自己的账号设置为私密账号 过了很久才又重新打开 就连包文静的评论区也被网友攻陷 你下次结婚 谁敢给你当伴娘啊 别让你女儿以后当伴娘哦 三 韩庚风光不在 包贝尔道歉的第三天 韩庚也没躲过舆论的口诛笔伐 他也在社交平台上发文道歉 虽是道歉 却字字没提留言 网传韩庚还在朋友圈放狠话 有我没他 韩庚之所以这般不甘也是有原因的 在这之前 他作为归国初代流量 风光不比现在的顶流们少 发展势头很猛 而且韩庚还嫌少有负面新闻 经常在主流媒体亮相 称得上是五好青年 闹伴娘这事一出 他过去的各种黑历史被扒 电影发布会上谈到自己的青春记忆 韩庚自曝 自己念书时做过不少坏事 他们常租计算机式的台式机来用 临近毕业 租的电脑也没人来要 他就和同学把电脑搬去 卖了一千一百块 主持人萨贝宁只能打原厂 今天从法律的角度上来说 这算自首 可韩庚没打算顺着台阶下 而是继续自曝 我还有好几件好事情要自首的 他说自己读书时喜欢听歌 但没钱买磁带 于是就跟同学穿着军大衣脱卡带 放在袖子里顺走 一个袖子里藏五盒磁带 重提就是 韩庚不仅没有认错的态度 反倒认为挺好玩的 而更过分的是 他曾在郭德纲的节目上自曝 自己在同学杯子里撒尿 设计让没钱的同学喝尿 说起来还得意洋洋 这些黑历史和他荧幕上 五好青年的形象完全不沾边 韩庚的事业也因此大受影响 接到手的资源大不如从前 唯一有点水花的还是前任三 后来再就是和卢靖山结婚 掀起一点波澜 属今韩庚也没躲过中年发福 在最近播出的作品《传家》里 脸圆了两圈 状态甚至不如带他不少的孽缘好 这连他的感情戏都被弹幕吐槽油腻 江山带有才人出 只能说韩庚的风光时代已经过去了 四 王祖兰翻车不断 王祖兰在当时有热门常驻节目 奔跑吧兄弟 不管在节目上还是这场婚礼上 王祖兰都属于相边形定位 而且舆论大都朝着鲍贝尔和韩庚去了 夹起尾巴的王祖兰也就躲过一劫 小事见人品 躲得了一时躲不了一世 果然王祖兰又翻车了 2020年 王祖兰带着老婆李亚南登上夫妻综艺 当时李亚南怀着二胎 而且还要在家照顾着不到两岁的一胎宝宝 王祖兰不但不体恤妻子的辛苦 反倒甩脸子苛责妻子家务做得不好 筷子架发霉了他都没发现 这句话引得网友纷纷吐槽 是在POA妻子 王祖兰在内地的事业早就大不如前 如今连真人秀都鲜少邀请他了 5.杜海涛 靠山节目已倒 说起来闹伴娘这事一出 头最铁的竟然是杜海涛 他率先在社交平台发了骂人两个字 然后又在另一平台接帽子上的字母晒出骂人的脏话 然后他又秒删了 借着快乐大本营的光 杜海涛也和王祖兰一样 没被网友纠缠太久 而在闹伴娘之前 杜海涛还应对韩国偶像下跪 引发过更大的舆论风暴 大家都指责杜海涛没脊梁 丢人丢到国外去了 身上那么一堆雷点 几乎都是靠快本洗白的 在那之后再上热搜 也就是和沈梦辰领证结婚 本来是件喜事 也因沈梦辰的多次催婚 和他的拖拉好好的瓜放蔫了 混了这些年 主持也没长进 杜海涛再享有荧幕前的风光 难了 6.贾玲 全球票房最高的女导演 婚礼上仗义出手的贾玲 让大家细节见人品 本来喜剧出身的贾玲 就有很好的路人员 这不是贾玲第一次救场 2014年金英节 现场安排出了问题 采访环节有了空档 贾玲被推上去活跃气氛 现场冷场了好一阵 贾玲健壮立即拿自己开涮 都没有问题啊 我已经不火成这样了吗 就没点绯闻要问问吗 甚至连现场搞起了征婚 大龄未婚男青年长得帅的优先 记者们被逗的哈哈大笑 分为一片融洽 现场媒体都为贾玲的高情商所折服 高喊贾玲明天头条绝对是你的 还有一次在作品中 贾玲扮成了古装小龙女的造型 有人挑试 问她对陈延西版的小龙女怎么看 贾玲回答说 我帮她兜底 以后大家说最胖小龙女就是我啦 就场留言之后 贾玲也没借此营销 反倒在记者提及时 贾玲明显不愿再提此事 这个别问了 我是觉得事情过去了 再给她撩起来 反倒哦 沈腾曾说过 贾玲有一个最大的优势 就是男人喜欢她 女人不嫉妒她 有谁能逃过贾玲的魅力呢 你怎么会知道呢 贾玲